全新的砧板 大家好 我是碳海阿峰 咱们今天来一条大货搞美食 一鱼 一条鱼 108种吃法 给大家看一下这条大货 红头鹰哥 十几斤啊 这条大货 将近有15斤 然后放完血之后 就14斤吧 早上我们把它放了血 然后给它排酸 看一下这个鱼的鼻子 就像我们那个大 大龙船前面的那个 生的 对吧 转面面的 今天就奢侈一把 首要的第一道菜 最好吃的就是这个鱼头 滑溜溜的 搞个剁椒鱼头 今天这条鱼 少说的要给它来个四到五道菜 看一下它的牙齿 它就像鹦鹉的嘴那么样 啥也别说开杠 这么大的鳞片 如果不给它来一道菜好像感觉浪费了 好了 终于把内脏给处理干净了 以后把这个鱼头 捞上来 鱼头 等一下做剁椒鱼头 先把次生的这部分给切出来 这个肉后随便切 非常亮 四三内 先给它冷一下 大块斗鱼 好了 所有的都准备好了 108个菜做不出来了 好 好了 所有的都准备好了 108个菜做不出来了 我们就搞个五到六个菜吧 粘制一下 这个红烧 给这个鱼身上磨点油 反止粘锅 哎 一灵 腌制一下 说实在这个鱼林我都还没有做过 你们试一下 你们试一下 说一遍应该 它是应该 太近了 太近了 对 很有味 再炸一个鱼林 看一下怎么样 我先试一下 别浪费了功夫 太乖了 我先试一下 我先试一下 先试一下 你打开我 就 就 我先试一下 就 香气十足 香啊 再煮点腊螺 草枫草青柠檬 四生上场 来 亮亮的 四生 哇 亮 好病哦 哎呦 哎呦 好远啊 没收拾啊 终于搞完了 2467 七个菜哈 嗯 还有腊螺 什么三文银还不如咱们说那个这个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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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最好吃的一朵 嗯 哎呦 这时候就玩了不要你嘛 不不要 我爸爸是有的 你我玩了 我救你 你这个就这个了 你这个就出来啊 哈哈哈哈 大家好 我探海鸭峰 欢迎来到我们的探海频道 带大家走进神秘而又真实的海底神界 温馨提示 我们是护养潜水 大家可以正常习惯观看视频 继续 接着高 现在加三盒毕竟 我们接着继续第二波次的探海打鱼 刚开始下潜 就发现这个海水变得很浓浊 能见度已经非常的不高 这种真不见底 心里非常的没苦 还是换一个地方在探测吧 来到这里 我在水面就看到有一条鱼 在跟我打招呼 所以我决定下去看一下 我在下潜的过程中 他好像已经发现了我 这个时候他已经发现 我这个猎手的存在 然后加速的逃云 这是一条利蚁 也叫阴哥 但是这个时候我发现了一个洞口 这个洞口貌似 应该有大获的存在 我决定理晋侦查一下 还不得了 好像是一条红友 非常遗憾 没有打中 我现在所处的深度已经14米 这个时候必须要上到水面 换一口气 进行呼吸调整 然后马上收线 装好键 拉好鼻筋 然后再次排到这个洞 看一下这个洞里面 到底是什么样的大鱼 这个洞看起来很深 可惜这个时候没带手电 洞口里有鱼看起来还不少 什么事 好 嗯 流鼠舱 在水下看起来很漂亮 当我再次来到这个洞口 发现这些鱼已经躲起来了 我回到水面的时候 发现底下又有一个黑影传动 这是一条半星左右的大米 但是太小了 既然已经来到海底了 总得找一个理想的目标 这个时候我发现石头底下 好像也是赤豚 再找一找看有没有更大 更合适的目标 环顾四周 好像什么都没有 看来这个赤豚又非常的柔性 经由我们今天的菜单 我看来这个赤豚又有一个赤豚 我看来这个赤豚又有一个赤豚 啊 搞一株刺困 仰位的好东西 把船召唤过来 这东西不能别的腰上 打了半天了 也得上船修整一下 吃点东西补充一下体力 让你不敢加水了 养好了再下 养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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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养能量之后我们继续下水 这一次我们三个人同时下水 来到上次打中海底怪兽的这个暗礁 找到那个暗牌吗 由于这个时候流速过大 能见度也很低 我们三个人一起寻找了两个小时 一无所候 最后还是被我们找到了 找到暗礁之后 兴奋的同时 又非常的失望 我不停的搜索 我发现一条鱼都没有 感觉这里 好像是被人家捣蛋过一样 那么干 前几天 这里移情乱窗的画面 还屹立在目 这个时候觉得很荒凉 这个时候觉得很荒凉 好不容易发现了一条浪淡的洪涌 没想到还是给它跑了 在这里打窝的计划被打乱了 我们只能改变计划 重新找个地方 再打一打 由于能见度的不高 我们每一切都要下得很深 所以今天打一打得非常的吃力 深度警报已经开始频繁的提示 这个时候已经快接近18米的深度了 还好发现了一条红涌 不管三七二十一 先搂一条三七 哦 哎呀不打了累死了 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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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呢